咱们就要进入关于增值税具体内容的学习了 首先我们要进入的增值税第一节内容的学习 就是一个重头戏 那第一节叫做增税范围与纳税义务人 从名称上可以看出来这个增值税增税范围 那就说哪些行为要交增值税 那发生了这些行为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就都是纳税人 所以从这个名称上好像挺简单的 但是增值税的增税范围可是不简单的 那么在我们学习当中 这一节内容很多 而且涉及到考试当中的所有的题型 单选多选 你的后面计算问答题和综合题都要用到这个增税范围 所以呢我们在这就需要把增值税增税范围里面要学习的内容 先给大家进行一下要揽的概述 那么增值税的增税范围从一般规定来讲呢 就是叫做在我国境内发生增值税的叫销售行为 那什么样的销售行为呢 那他包括有销售货物销售劳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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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 那你说还有没有必要 把它一个一个具体的来进行解释呢 有必要 有必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现行某国的增值税 它不是一档税率 它分为不同的业务 有不同的试用税率 是吧 有多少档呢 我们的增值税率有三档 有13%的 是吧 有9%的 还有呢 是6%的 那你到底是增值税的 这个销售行为里的哪一个行为 对应的是哪一个税率 当然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划分 所以在这里面就要区分清楚 销售行为的具体规定 另外呢 像这里所提到的销售服务 光这一项 服务这一项 它里面有七项服务 那这一项 一大类 可以说 它就把增值税的三个税率全用到了 那你就更要去划分服务当中 到底是什么服务 对应的是什么样不同的税率 所以这都影响到我们后面的综合体里的税额计算 因为增值税的计算体也好 综合体也好 是不会告诉大家税率的 所以你先要判定 它是什么样的征税范围里的项目 才能够选择它对应的税率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可以说涵盖了所有的生产经营业务 但是呢 有一些生产经营业务 它是有免税的规定的 这样免税它是属于征税范围 是吧 但是考虑到国家政策的需要 它是免了 所以你就要把征税范围和免税项目结合在一起 这样呢 我们就会把一般规定 征税范围的一般规定 作为第一个知识点来做介绍 接下来我们在这一节当中还提到了 发生增值税的叫做销售行为 是吧 要交增值税 而这个销售行为呢 它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 而这个条件我们后面会讲到四个 它要同时具备 是吧 这样呢 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会在第二个知识点里做介绍 其中特别会涉及到 什么是属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免税行为 这个境内境外区分 好 接下来我们在增值税的征税范围里 还会提到一些叫特殊的规定 那这些特殊规定呢 包括像一些特殊的项目 还有呢 就是视同发生免税行为的 是吧 视同销售 那么像这个特殊项目里面 主要就说到了一些 是符合增值税的这些 征税行为的条件 但是它不用交增值税 以及不符合增值税的 这个征税条件 他说应该不交吧 但是他要交增值税 所以这个时候 征税和不征税的区分 这是我们一个选择题重要的考点 至于视同销售行为 我们经常是在综合题里面会有命题的 所以视同销售的行为到底怎么判定 然后他交不交增值税 好 那我们在增值税征税范围里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叫做混合销售 以及呢 叫兼营行为 那这个我们会作为第五个知识点来做介绍 为什么呢 因为兼营和混合销售 其实它们都是增值税的范围 但是由于增值税里面所涉及到的 有货物有服务有劳务 他们的税率呢 又有差别 所以你就要看 有的时候一个业务里面 可能又有货物又有服务 有的时候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我可以多种经营吗 里面的经营项目是又有货物又有服务 那到底我是按什么征税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区分 它是兼营还是混合行为 然后判定到底按什么样的规则征税 对应的去选择它是什么样的税率 好 这样呢 在增值税的这个征税范围这一节里面 重点是咱们的征税范围 只要是属于征税范围的所有的单位和个人 就都構成了纳税义务人 好 征税范围内容非常的细致 需要大家在学习当中要多加理解 那下面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第一个知识点 关于征税范围的一般规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可以说每年一定会有选择题 一定会有综合题的应用 那从征税范围的一般规定 税法的要求就是在我国境内发生 应税销售行为以及进口货物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 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就完全给概括了 那在这个规定当中呢 征税范围里面有一般的有特殊的 所以咱们就先来说一说一般的规定 那这个一般里面 首先它的应税销售行为是销售或进口货物 那从这个规则上来讲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但是呢 它有具体的含义在里面 这个含义呢 我们对正确的理解这个增值税增税范围的规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说的是销售或者进口货物 进口好说 关键这个销售又怎么来理解呢 它并不是我们在会计上确认这个收入准则的收入里面所说的销售 它是税法所说的销售 很简单 判断起来主要就看是不是有偿的转移了所有权 那这样的销售主要是有偿的转移 而且呢是所有权 是吧 那要是无偿呢 那当然无偿就不是销售了 但是不是销售不一定不交增值税 我们还有视同销售呢 而这个所有权呢 所有权它对应的是使用权的让步 那所有权一般在我们的老百姓的通俗的语言当中 说把这东西给卖了 是吧 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这是一个销售权的转移 而对应的使用权的转移呢 那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把它给租出去 销售权没有发生产权的变化 所以都是针对这个增值税的项目 但是卖和租 它是针对不同的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的 是有差别的 那这样的话 在销售货物里面 我们强调的是所有权的转移 那你说是哪个环节的所有权转移呢 这个没有说 只要你是这个货物的所有权转移 不管它是属于制造业的 还是属于流通当中的批发的呀 零售的呀 各个环节都是要交增值税 所以增值税它是叫做普遍征收 道道征收的 好 那我们同时呢 还要提一下 就是销售或进口的货物 那这个货物呢 也不是我们在一般的理解当中 你这个会计上所说到的什么存货 所以这样的对货物的解释 税法也有自己专门的规定 首先这个货物 它在税法当中针对的就是有形动产 好 那这个有形动产 它所对应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对应着叫做有形的不动产 对应着无形的资产 那么这些呢 他们也是交增值税的范围 没问题 但是呢 他们是属于增值税 这个一般增值税范围里的其他项目 确切的说 它是原来交营业税的项目 后来是营改增的项目 那么在销售货物当中的货物 就是指有形动产 那当然这个有形动产 它从这个外延上来讲 和会计上的存货 是不是划等号呢 不是了 不是了 因为会计上你的存货 它实际上 它有专门的这个定义的 所以像房地产开发公司 它所开发的商品房 给我们的感觉 它不是不动产吗 但是呢 在开发商的 它是要销售的 不是它盖完了自己住的 所以这个是它的存货 但是在税法上 你会计上叫存货 我们不能够叫做货物 所以这是有差别的 另外呢 在我们会计上 有一些叫固定资产的 但是按税法规定 这是属于有形动产 你比如说 我们固定资产里面 像什么机器设备啊 像什么运输工具啊 在会计上 它作为固定资产来使用 因为它的使用期限 是超过一年的 但是按税法规定 它都是属于有形的 动产类的 它不是不动产类的 对 这样的动产不动产 你不要去 从你会计的角度去考虑 我们现在学税法 就要按照税法的要求 货物就是有形动产 那这样的有形动产 有的是我们有形 可以看得见的 不管它多大多小 有的是我们不能够 直接看得见的 像这个电力 是吧 发电啊 供电啊 他们都是要交增值税的 像这个热力气体 这个燃气公司的 销售的气体 是吧 热力公司销售的热力 他们都是属于 增值税的货物的范围 所以增值税的货物 就指有形动产 另外呢 我们还要提一下的 那就是在增值税 所涉及到的 叫做有形动产 这个货物当中 它的范围是没有数量的 可以说我们每天 都有无数的新产品 在出现 所以呢 我们给大家 用这么一个图 来体现增值税的 有形动产 没有边界的 是吧 这是一个无矿的 但是在这些 有形动产当中 我们有多少呢 有这么15种 注意啊 有这么15种 它是属于叫做 要交消费税的 应税消费品 它也是增值税的 有形动产 但是他们同时 还要交消费税 比如说卷烟厂 你生产的卷烟啊 生产的 这个酒厂生产的 白酒啊 啤酒啊 葡萄酒啊 小汽车生产 企业生产的这个 小汽车等等 我们会在 第三章 学消费税的时候 介绍到 15种 应税消费品 他们是又要交消费税 因为是应税消费品 同时也是增值税的货物 当然在 这些有形动产当中呢 我们还有一些的 有形动产 它就形成了什么呀 叫做资源税的 资源产品 比如说 矿商开采的 金属矿啊 非金属矿啊 比如说 我们这个 油田是吧 开采的 这个天然气啊 原油啊 那么这些呢 都是属于 就是能源类的矿产 那他们呢 还是要交资源税的 所以在资源税当中 我们现在列了 五类资源税的 应税矿产品 在消费税当中 我们列了 十五类 消费税的 叫做 应税消费品 可以说 他们都是增值税的 有形动产 因此我们后面 学习 消费税 学习资源税的时候 还会再提到 有关于增值税的内容 他们是有这种交叉关系 好 这样 针对增值税 所提到的 增税范围的 第一个基本规定 叫销售或进口货物 我们清楚什么叫销售了 清楚什么叫货物了 有形动产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入 关于增值税 增税范围一般规定的 第二种情况 叫做销售劳务 这个劳务特指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不是我们后面要说到的服务 那到底什么是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这个要从加工修理当中的双方说起 双方一方是委托方 一方是受托方 作为委托方呢 它要提供原料主料 也就是说 你要让人家加工单位 帮你加工什么的原料 你要提供 那修理修配呢 那就是你要提供 要加工修理修配的对象 比如说车寡了 车坏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送到修理厂 那这个时候的车 是由委托方来提供的 那作为这个受托方呢 受托方就是按人家委托方的要求 来进行加工进行修理 是吧 最后呢 我们来收取加工费或者修理费 所以作为收取的加工费和修理费收入 这实际上就是咱们受托方 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所取得的收入 这样的收入是要交增值税的收入 关于这个加工业务 我们要区分的就是和前面的你生产货物 它的差异 比如说作为服装生产企业 我自己买原料 生产的服装往外卖 那肯定是生产销售货物 是吧 那它是货物的范围 可是如果客户拿来了面料 让我们帮他做成需要的成衣 这就是加工修理了 差别就在于要是销售货物 我们是按货物销售额全额征税 要是加工修理业务 我们是按照加工费收入 征税 而那个原料 那个要加工的对象 是人家委托方提供的 对那一部分 不是咱们受托方的这个资产 也不是我们受托方能够收取的收入 这个是不用在受托方的交增值税的 所以这个差别呢 我们分清楚就可以了 好的 那在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当中 我们还要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示 那就是它仅限于对有形动产的 对货物进行的加工修理修配 是吧 如果说你是有形不动产 对房屋建筑物 是吧 对这个道路桥梁来进行 这个加工维护修缮 那么这个是不属于 加工修理修配的 它是交增值税 但是它按建筑业交增值税 所以都交增值税的情况下 它按什么样的这个项目 那它决定着后面 使用什么样的税率呢 如果说是这个增值税的 加工修理修配 是货物的13%税率 如果说是修理房屋建筑物 它是建筑业的 是9%的税率 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在这还要提示一下的 那就是 假如单位或者个体工商 或聘用的员工 为本单位雇主来进行加工修理 那这种活动呢 它实际上属于单位内部的自我服务 比如我本身 我就是汽车修理厂 那我是替客户来进行修理 收的加工费按13%交增值税 但是我们汽车修理厂自己也有车 那这样的话 车坏了过来修理 这是不收费的 即使收费 它也是属于内部结算的 它是非经营活动 不缴增值税 谢谢大家